欢迎来到我们的科学微学习频道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减少、再利用、回收、可持续生活指南 减少、再利用和回收是可持续生活的三大支柱 代表了减少浪费和最大限度减少我们对环境影响的最有效方法 通过遵循这些原则,我们可以帮助节约资源 减少污染并为子孙后代保护地球 减少、可持续生活的第一步是减少我们对商品和资源的消耗 这可以通过简单的生活方式改变来实现 例如,购买包装最少的产品 选择耐用品而不是一次性产品 以及选择节能电器和车辆 我们还可以通过节约用水和能源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拼车 以及选择当地种植的有机食品来减少我们的环境足迹 重用、可持续生活的第二个原则是尽可能重复使用产品和材料 这可以通过修理和翻新旧物品 像慈善机构或旧货店捐赠衣服和家具用品 以及使用可再装容器来盛装肥皂和清洁用品等物品来实现 通过重复使用材料 我们可以减少产生的废物量并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回收 可持续生活的第三个原则是回收不能再利用的材料 回收涉及收集和加工纸张、塑料和金属等材料 然后将其转化为新产品 通过回收利用 我们可以减少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的废物量 并通过使用回收材料代替原始材料来节约资源 通过遵循减少再利用回收原则 我们可以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除了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 可持续生活还可以节省资金并提高生活质量 例如通过减少能源消耗 我们可以降低水电费 通过选择当地种植的食物 我们可以支持当地农民 享受新鲜、健康的农产品 然而可持续的生活需要承诺和努力 它可能涉及改变我们的日常习惯和惯例 例如将我们自己的可重复使用的袋子 带到杂货店或使用自行车 而不是汽车进行短途旅行 它还需要教育和意识 也了解我们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并对我们使用的产品和我们支持的公司 做出明智的选择 总之减少、再利用、回收原则 对于可持续生活和保护地球至关重要 通过有意识地选择我们的消费习惯 我们可以减少浪费 并将我们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可持续生活需要承诺和努力 但为了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 这样做的好处是值得的